大家好,我是Denis,很高興和大家分享一下越南的東西 其實我之前在越南做過的工作,大概有幾年前 現在有難申請了很多,都可以的 我現在分享一下,如果你在越南上班,你有幾個方法 一個就是你在這裏工廠找一些需要在越南長期派照的 那些多數都是工廠的 其實我以前幾年前都已經過這些工廠,但是很難的 因為你有其他東西,你要有做廠商經驗 他多數是找原本在大陸的人再搬去越南 那你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除非你真的有 就算我的原文那麼厲害,我又在越南有當地的生活經驗 其實也不行的 那第二件事就是,你說有什麼好做呢? 其實一件事就是很適合做的 就是看看你懂不懂普通話或者英文 如果你普通話可以的 我知道很多普通話都不可以的 但是你都可以先騙著的 你可以在越南那裏,越南那裏有一點 亦都有在Facebook那裏,你可以找一些什麼 越南中文的人才 然後他有很多工廠是可以請人家去教中文的 中文就是普通話 在那裏來說 那裏來說,我普通話都不行 就看你怎樣不可以 如果你都聊到,你聽明白的 你懂得自己的聘用的話,那也可以的 其實我以前也有教過的 在越南那裏教過普通話 那你說,喂,我不是很厲害呢? 其實絕對不是的 我雖然以前也考過普通話的考試 但是很低分的 慢慢緊,勉強溝通 都叫做聽明 不是完全聽明,但我聽明大部分 我之前是,大概19年那裏教過之前 其實我也做過特訓 我專門是練過普通話的喉音 就是叫做不要太差 聽下去是遲遲些大部分 不過如果他那邊認識的人 就一定聽得出來不是的 那去到那時候會怎樣呢? 那我那時候的經驗就是 你一定要懂得平音 因為你去教別人一陣子 最基本的話 你不懂得平音的話 你怎樣寫出來呢? 其實我寫普通的平音 我就算去到那個特訓之後 我都要想很久才能寫出來 但是呢? 因為他們不懂得分 因為他們覺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應該97年之後 香港人應該會懂普通話 應該他們就是這樣想 所以有很多中心 就是語言中心它是分不了的 你都可以先騙著它 但是你如果成功騙到 你可以在討論 說你自己普通話多厲害 吹到天花林寶 他那裡 越南那裡教中文的人 都不是普通話很厲害 你可以想想 香港教普通話的人 普通話都不是很厲害 更加何分是越南教普通話的人 我以前小時候 我在第二段影片有分享過 就是我學校那裡 那個老師在台灣住過 被人拿出來教普通話 我那時候也是這樣 九七年之後 全部都是九七年之後 都是這樣的 你想想一下 現在是 越南也是這樣 外國 他怎會有 那時候 就算教普通話 都不一定很棒 但是他如果相傳下去 他會聽得出來 有什麼不同 所以你可以先騙 但是你騙的時候 你也要有底線 第一 你懂得平音 第二 你懂得簡體 因為多數都是學簡體 其實是很小 就算台灣人在那裡 多數都是教簡體 如果你說你接受不了簡體 這件事沒有問題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其實我都不懂得寫很多簡體 但是我 他教一些訪問 什麼好碼的 你也要懂得起碼上課 教一些簡體 聽音是怎樣 這樣才行 這是第一件事你可以做的 第二件事是 如果你是不理會的話 你可以去教英文 因為教普通話的市場 其實很小 就在越南 如果你想教英文 那市場市場是大很多的 但是 因為越南人 他們的教育裡面 是覺得香港是中國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申請普通話的工 你看普通話的工 你是會有優勢 因為起碼你是 金色頭髮的人 全部都不會申請 也不會認識 你的對手就是台灣人 和大陸人 台灣人的簡體 顏色也未必明白 但問題是 他在越南製造Visa 是難很多 在疫情之後 所以香港人 都是叫做 如果你拿特區護照 其實也算是 其中一類中國護照 也可以的 但是英文的市場 絕對大很多 英文為什麼大很多 因為他其實 所有的小學 都要聘請外籍老師 所有的園中心 都要聘請外籍老師 你說我不是Native 我猜你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你IOS應該有七分 也算是C1 英文的排名 他算是C1 C1的話 其實你是夠了教的 但是 最後一件事 這幾年也有優勢 就是這幾年 你在教英文 就難過以前很多 因為你不單是在Lative上教得到 你是要有C1 英文證書 IOS 你會有T數 即是上網報的T數 你如果想知道怎麼報 我也可以教你的 如果有三年教英文經驗 三年教英文經驗 是最難的 如果你有教過香港的命愛 救世軍 你可以問他拿寫一份 就是你教過英文 也可以的 另外就是 大學畢業證書 你就算是美國人 英國人 但是你沒有大學 你沒有讀過Degree 你是做不到的 你沒有三年經驗 也是做不到的 他不可以像非洲國家 他們在越南 買一張假的畢業證書 或者買一張假的三年的工作證明 然後去報 他們是不行的 那你怎麼找工作呢 其實他有很多Facebook group 你在Facebook group 打什麼 譬如E.S.L. 就是英文 As a Second Language 教英文 As a Second Language 那些群組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教英文 然後你逐份傳 就算是香港人 你跟他說明是香港人 其實也會找到的 那你想不想說是另一回事 因為我以前在越南 還在越南那個時間 我也不知道原來這麼容易找的 我傳了大概 二十多三十份 然後還有一份找我 教小學 都幾年前 那你不斷傳聞都可以的 那如果你有外國護照 那你就千萬不要說你是香港人 如果你有外國護照 你本身有加拿大 或是有BC 你就不要說自己是香港人 你就一定要說自己是加拿大人 英國人 那你拿BNO 你也可以說自己是英國籍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英文女工 他是講得明白 他要請說是某幾個國家 例如英國、南非、美國、加拿大、澳洲 那些五萬個國家 他才可以的 那你BNO其實也真的是英籍 你雖然有些人會 不明白為什麼要外國護照 你可以解釋一下給他聽 那這幾個東西就是 你在越南可以找到的工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越南最難不是找工作 找工作很多都會聘用普通話或英文的 但是你最難的是你如何去到定居 因為他通常叫你申請一個三個月的商業費 然後你就要再 你用這三個月的時間 你要交回所有的文件 去轉做當地的合乎規格的文件 然後去申請工作許可 或者叫做 在留卡 好像日本的在留卡 那樣的東西 這個工作許可 其實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要有大學不業證書 全部要翻譯成越文的 所以你一定要拿著那堆東西 去到越南在香港的大使館那裡整理 那些費用其實都不低 所以除非你真的很喜歡留在越南那裡 你又沒有BN又沒有加拿大 又不想在香港 在越南也叫做 我知道有些外國人 他不想留在自己國家 都會在越南走這條路 有些人他懂普通話就教普通話 他懂英文就教英文 都是一個可以找到值得的方法 這就是香港人可以在越南做到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些 那你們有些什麼不明白 可以在下面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